是物质环境 云是人死环境 这个意思是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什么顺境逆境 人死环境里面也没有什么善缘物源平等的 你感觉的有利有顺 有善有无是你自己烦恼期限性 你能够熄灭贪嗔痴 勤修皆定会这问题解决了 那叫真修现人 会修啊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那是真彻底 究竟 你看讲过吗 离经诸佛 诸佛是人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 我们对一切众生 作物的众生 造极物业的众生 我们对他恭敬 跟恭敬佛没两样 这样懂啊 称赞如来 称赞就不一样了 他行善称赞 他作物不称赞 对他有恭敬 没有称赞 不说他的 所以我们常常跟同学在一起 互相勉励 我们说服 接受别人批评 不批评 我们自己的经节 会天天提升 要练 要练 所以练四练心 练到在什么 在极不如意的境界里头 练不动心 在一切圣经里面 去练 练着不贪力 你们有这个境界限制 你到哪里去练功夫 这叫真修行 把我们些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烦恼吸气 要在这个境运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接物当中 把他抹干净 这就对了 今天时间恰好 我们就解答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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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发思 各位同学请坐 今天有四十几个提问 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 首先是网络同修的提问 第一 这是某一道场原来供奉万幸祖先牌位 也播放老法式光碟 但因内部意见分歧 有人就把万幸祖先牌位给画了 也不再播放经典了 说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能成就 请问这样做如法吗 供奉万幸祖先牌位会影响修行吗 这个意见分歧 说明 这个道场不和 中国古艳于长江 家后万死心 团体最怕的是不和 所以佛叫弟子 团体生活一定要修六合金 这是佛门里面的根本 这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就是一个僧团 构成僧团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见和同结 就是大家在认知上能做到相同 那么佛法 见和同结是建立在明心见性上 见性了 没有一样不同 这是真的见和同结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标准只有法身菩萨才能做到 没有见性的就很难了 那没有见性的怎么办呢 遵守佛陀的教会 放弃自己的成见 以佛指佛见作为自己的认知 这些 这是佛弟子 没见性的 这个里面差别也很多 所以就有许许多多的宗派了 那么进途中 我们的见和同结 依靠什么呢 依靠三经一论 这佛说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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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